哈喽大家好,我们又见面了 现在我开始放暑假了 所以我现在每天的生活呢 就是学习法语,做饭给自己吃 运动,然后睡觉这样子 当然呢,如果天气不是非常热的话 我也会出门走一走 有一件比较糟糕的事情呢 就是我发现我来加拿大以后 开始对防晒霜过敏了 那现在出门呢,我也不敢涂防晒霜 所以我觉得自己可能一个夏天过去以后会变黑 当然了,你们在视频里面应该是看不到我变黑 因为有滤镜 你们知道上海有一个人民广场吗 这个人民广场呢,非常的有名 就是每一个去上海旅游的人 我相信都会去人民广场 在人民广场旁边呢,有一个人民公园 这个人民公园也非常有名 但是它的有名呢,不是因为游客多 而是因为那里有一个乡亲角 我觉得人民公园乡亲角 每个上海人都应该知道吧 如果你去人民公园乡亲角的时候呢 你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 就是在那里你看不到那些正需要结婚的年轻人 你看到的呢,都是一些老年人 那些老年人呢,都是代替他们的子女到这边来相亲的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我可以在以后的视频里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之前拍视频的时候忘记说了 现在来补充一下 你们知道魔戒里面甘道夫的扮演者 也去过人民公园的乡亲角 我们可以看一下他是怎么介绍他自己的 我在网上找到的这张图片 今天我想说的是相亲标准这样一个话题 那就是每个人心里都会对另一半有各种各样的标准 那相亲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说如果这些人符合你的标准 那你们就见面聊聊看是不是合适 如果不符合这样的,不符合这些条件的话 那可能就不见面 那我归纳出几个相亲标准 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第一呢就是长相 我觉得父母辈经常会说的一句话就是 长相不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自己发现呢在我身边的年轻人 有挺多还都是外貌协会的 什么是外貌协会呢 就是如果我说我是外貌协会的 那就表示如果我要找我的另一半 相貌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还是一个必要条件 就是我一定要找一个长得帅的 或者呢有些男性就一定要找一个长得漂亮的这样子 第二个条件呢就是有房 我觉得有房好像一般是女性 提出这样一个要求会比较多一点 那有房就是说 就是对方已经有婚房 那结婚以后呢就不需要和父母住在一起 或者不需要到外面去租房子这样子 那和有房连在一起的还有一个呢就是有车 好像现在在中国的相亲市场 有房有车已经成为是一个男性的 就是男性求偶者的必备条件了吧 第三点呢就是婚姻状况 就一般来说 婚姻状况 未婚 是相亲市场一个默认的条件 那特别是自己从来没有结过婚的人 就会要求对方也是未婚 如果你是离异 那一般呢就很难被接受 如果你是离异有小孩 可能就更难接受 我觉得这一点好像在国外没有那么明显 对了 还有些人呢会要求对方没有同居室 第四点呢就是学历 一般如果自己是本科学历的 那也会要求对方最低也要达到本科学历 那一些硕士呢可能也想找同样是硕士学历的对象 或者有一些呢会要求是名牌大学毕业 有一些比如说他有海外求学经历的 那可能也会想找同样有海外求学经历的那些人作为伴侣 总之在学历上面 学历这一点上呢同样也是要求门当户对 第五点呢是年龄 年龄这一点对女性朋友特别的特别的特别的重要吧 就是如果是在相亲市场上的话特别重要 因为男性呢往往都想寻找年纪轻的女孩子作为伴侣 这可能也是从生育的角度考虑 因为如果一般来说年纪大的女性呢 生育能力就不会像年轻的女性那么好 那比如说在中国30岁以上的女性 在相亲市场上受欢迎的程度是大打折扣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会有一个词语叫做圣女 就那些可能30岁以上的女性 就像是被圣下来的那样就称为圣女 第六点呢就是薪酬 薪酬就是你每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我觉得这在国外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 一般大家都不会讨论这个问题 但是在中国的相亲市场呢 却是十分的开放 也成为一个择偶的标准 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不喜欢相亲的原因 因为我觉得相亲呢 特别是在中国相亲 每个人就好像是明码标价的商品那样 往往呢相亲吃的第一顿饭 也就像是去公司面试 就是问的问题也就是你是哪里毕业的啦 或者是就是你平时喜欢干什么啦 就是千篇一律的问题 所以我非常非常讨厌在中国相亲这样子 好了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如果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的话呢 欢迎在comments里面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也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